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越极限 首先共享不致命无以为君子 我仍遭遇困境 例如全球疫情肆虐所引发的离婚潮 倒闭潮 失业潮等等 习惯去算命 其实命运的发展虽然有它一定的轨迹 然而同步也提供改善的条件 condition助援 因此论语谣约偏云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君子者民因果懂事理 更重要者升华思维 超越二元对立的束缚 强大生命力 由内胜出 有能力与诸境和平共处 不生烦恼 是为君子不忧不惧 详见论语言缘篇 以下共享命运组成要素 命运有五大组成要素 如下 第一 夜 Karma 华语 结膜 音译 行为 Action 临时 夜 以能量的方式 储存在心灵的最深沉潜意识 这是心理学的语言 又称临时 临时佛教则为之阿赖耶时 阿即心的意思 赖耶 积藏之意 换句话说 阿赖耶时就是夜种子的积藏仓库 荣德心理学则称之为智慧的老人 The wise woman 1963年英国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John A.Cos 为人类发现 临时是无形无色无相的精神体 它指挥我人的大脑 发动全身神经系统的工作 临时在脑死后 脑死被确定之后 依然有生命存在的迹象 第二 青鹰Cosys 阿赖耶时所含藏的种子 尚未及现行出来面世者 称为青鹰 三 住原Conditions 夜种子的能量已饱足 预期今生要现行出来者 称为住原 这就是施以命运转化的条件 四 果报Retribution 也就是因加元的总和呈现 果报概分两类 一 顺境 散因加散元 二 逆境 恶因加恶元 接下来我们共享 知命照命超越极限 所谓知命应该落实在世间法的努力 至于照命则是超越世间解套横射三十因果残伏的方法 这是改变命运的根本解决之道 知说明如下 第一 世间法 世间的努力 例如热点科学家Anders Erikson的一万小时训练法 让凡夫也可以跻身世界水准 然而 并非每一位善用一万小时训练法者都能得到预期的效果 何以故 因为被自己储存在阿拉耶什雷世的行为记录所签制 所以改变命运应该以初世间法的解套为重点 第二 初世间法解套三世因果残伏 以耸经念佛持咒经咒号 保含圣人长存的高能量七八到一千阶位 教导世人民因果懂事理 开发根本智慧 超越烦恼 世卫深入精脏智慧如海 二 忏悔 忏就是承认起过 悔则是发愿永不在 重犯 所以忏悔是释放负能量 借由发愿转为向上向上的力量 这是最好的方法 三 禅定 是不受现象界干扰的心物合一状态 禅定功夫的养成 不在做中 而是在动态之中 这才是真功夫 禅 是在日常生活点滴中 借由脑的运作 照见心 同步开发根本智的生命实践功夫 因此 禅修 食与盘腿 没有绝对直接的关系 第四 回向 Dedication 就是将善行的功德 投射奉献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 累世 冤亲 再祖 历代祖先 国泰 民安等等 回向必定奏效的理论依据有二 第一 波动力学原理 量子力学家 薛定二 Schrodinger的波动力学原理指出能量的传递 是采波动的方式超越高位能的障碍 不受时间空间的阻隔 因此 我仍在回向时所投射出来的善念 必然能传达给被指定回向的人事实地物 第二 多米诺骨牌效应 Domino Effect 教导世人在具有内部联系的体系当中 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 就能导致一连串的反应 我仍先用正能量200到700能量阶位 打造第一桶金 推导第一张骨牌 令其自行带动内部正量的传递 带来发酵后不可思议的善果顺境 第三 超越极限不恶中道 前述命运乃横舍生实的因果清算 所以有初世间法的解套 然而 如若思维未能生花 则人在因果的恐惧与束缚之中 因此以不恶中道 Non-duality middle way 升华思维 藉由超越二元对立的束缚 彻底解脱烦恼 转化所有的低频共振 成为高频共振的菩提 因为烦恼与菩提 就终极本质而言 是无恶无别的圆融合一关系 换句话说 不恶中道 不止超越宇宙万象的无恶无别 更彰显现象界与终极本质之间的 一如平等性 一如oneness 就是低性原理的essential principle 指向终极真理 中而观之 知命才世间法 造命则用初世间法 然而超越生命之极限 则不恶中道 所提供超越宗的超越 带来最大化的高频共振回路 这才是转化生命困顿的高精王牌 以下共享经典原因 超越两端 不恶中道 大乘广百论世论云 因舍执着空有两边 领悟大乘不恶中道 经典教导 超越对空有两边对立的直取 就是大乘不恶中道 以及超越恶元对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就是这条路氏 我们下期再见